講這個話基本上邏輯就不通 因為今天你說 台北市都是因為柯文哲罷了 高端藏起來所以大家打不到 那請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高雄 台南 台中 桃園 全台灣所有的地方高端打人都那麼少 因為陳其邁跟黃偉哲也把他藏起來 是啊 除非這樣嘛 除非這樣嘛 不然的話 不然的話為什麼其他地方也打得少 難道也是柯文哲派人去藏的 不然的話你解釋一下 正常如果是柯文哲場的話 應該顯示一個很畸形的就是 五都都打很多高端 只有台北市沒人打高端 理論上應該這樣吧 可是事實上不是啊 事實上我算一下 台北市打高端還蠻多的 就是以整個高端的比例來講 台北市打高端還算多了 那請問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真的就是沒人要 就是沒人要 我告訴你這家診所發生什麼事好不好 這家診所貼了一個公告說 因為台北市政府要把高端回收了 所以害我沒有高端給你們打了 是這個整頭這樣搞啊 然後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事實是 因為上一期有發高端給他 才幾十劑喔 請大家注意 才幾十劑高端給他 然後呢這一期打完了 時間到了 因為要發下一期的一門 那台北市政府的標準作業方式 就是你上一期沒打完了 我先回收 因為我怕你弄錯 所以幾十劑沒打完 不是 幾十劑剩十幾劑沒打完 那就還是沒打完 就是還沒打完 所以只有幾十劑高端他都打不完 你知道嗎 然後因為我要給你新的 我把十幾劑先回收 因為下一期的他們這家診所 沒有高端的配額 他是要配到別家去了 因為他們現在都指定了幾家 比如說之前是指定十大醫院嘛 那現在就指定一些小的診所 我讓你多一些地方打 但是我不斷地在隨地區調控 這樣子讓某一些地方的人 你想要打高端也可以打得到 所以他怕你把疫苗弄錯了 因為之前不是有發生過 不小心打錯疫苗的嗎 有啊 有人打流感就打高端啊 萊基特 所以就為了管控這個數量 也怕你打錯 所以把高端回收了 其實也不是只有回收高端 是所有你沒打完的疫苗 我全部回收 所以柯文哲才會講說 我只是回收 所以你們是典型在認知作戰 就19輪沒打完的 我都回收了 20輪要發的會再撥給你們 那這家診所呢 剛把公告撤掉了 然後他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不曉得 他們有回收這種機制 所以他診所第一次拿到疫苗嗎 不是 因為我告訴你為什麼 也難怪這個診所 因為以前他們疫苗不會剩 這次高端有剩 怎麼這麼尷尬 可能高端跟AZ會剩 所以柯文哲說我會收其他的 原來是這樣啊 就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 這你可以說一場誤會 但是這家診所 第一個 你為什麼連基本的作業流程都搞不清楚 第二個 你如果這樣的話 AZ也有剩啊 他把AZ也回收啦 對 那為什麼你不提AZ只講高端 這家診所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我是覺得很奇怪 那我也一直覺得 綠營喔 一直在炒作說 柯文哲抗拒打高端 柯文哲抗拒打高端 我想請教你一件事情 打不打高端跟柯文哲屁事 對啊 我在想說這個 你們要打邏輯啊 你們到底在事啊 這個邏輯到底在什麼地方 實際上你們打 是打在你身上 還不打在他身上 你們這些人都打了高端 居然出了什麼事情 那也是中央負責 跟他台北市有什麼關係 他幹嘛要阻止你去打高端 你覺得柯文哲有什麼無聊嗎 這件事情跟柯文哲 他擋住這個東西 對柯文哲到底有什麼好處 而且他只是一個台北市長 台北市的人口現在還在縮減當中 所以他能夠控制了 只有台灣1%左右的人口而已 那請問一下他去擋這個意義何在 柯文哲幹嘛去擋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 他們連基本邏輯都沒搞清楚 真的 可是你以為他們真的是 搞不清楚邏輯才這樣幹他嗎 不是的 他們只是 不斷的要 就跟方方姐的事件一樣 就跟韓國瑜的事件一樣 他不斷要讓他的選民記得 柯文哲就是跟我們民黨做對 所以這不斷的要用一些扭曲的小事情 一直戳一直戳一直戳 讓大家記得就對了 至少要讓這個印象一路延續到年底的選舉 甚至延續到2024 他的目的就是這樣 其實你們都沒注意到嗎 我覺得柯文哲真的要好好檢討 人家打柯文哲比打你用力多 真的 那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你才是在野第一大黨 都沒有人說朱立倫長高端 那當然朱立倫管的地方不一樣 國民黨還擋不住高端 可是問題是理論上來說 正常情況下 最近朱立倫不是被黨內人罵的半死 民進黨理論上來說 應該全力圍剿朱立倫對不對 沒有 你沒有注意到 他們完全沒動機 這個2016 完全不理朱立倫要應輸定 因為對民進黨來講 朱立倫我放著他那邊 他自己會把自己搞死 我根本不用去碰他 我的媽呀 那柯文哲才是我要最提防小心的對象 真的 其實他們現在最怕什麼你知道 最怕柯文哲萬一 因為他之前因為防疫的關係 他有一陣子民調漲很高 對啊 但後來又掉下來 那如果柯文哲到年底之前 他民調又因為某些事件升高了 然後民眾黨假設2022選得不錯的話 我跟你講 民進黨還要再擔心一個東西 因為搞不好郭台銘又要出來 我跟你講不是不可能啊 不是不可能啊 你要知道郭台銘因為他 他捐了這個疫苗之後 很多民眾開始對他印象非常好 所以他是民進黨非常擔心的人 反而朱立倫對他們來講 其實他們並不擔心 我上次就說 如果我們這個郭董 這個你捐疫苗是捐疫苗 但如果你捐了疫苗告訴我說 好像台灣人欠你 你要出來選總統要投給你的話 我就把你幹掉就是這樣 人家不會這樣講 但是我覺得 你知道最近已經有媒體在問我說 如果郭台銘會不會因為這樣 2020要出來 最近很多人點名喔 其實很多人在問 很多人在點名 所以我真的覺得 對民進黨來講 現在朱立倫根本不是 他們的對手範圍內 他們認為柯文哲才是大的對手 潛在的對手是郭台銘 甚至韓國瑜也可能是潛在的對手 對 其實 都不是朱立倫 對 他沒有把朱立倫當對手 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你是最大在野黨黨主席 我的天啊 所以這個才是 我覺得國民黨自己要深切去想一想 然後你看喔 現在這些事情 跟中央有來有回的是誰 是民眾黨 對 那請問一下在野黨在幹什麼 在野黨 最大的在野黨 國民黨 國民黨好像根本從來沒有來回過 一路在挨打 最近唯一一次光榮戰績 就發生在今天 應該講昨天啊 就是莊豐家事件 而且那是因為老柯早就想弄他 對不起費總召 我根本覺得你在配合 配合這個柯建民演出 哪那麼巧 你在罵這個人 老柯得恩得恩 對不起老柯講話喊滷蛋 所以我覺得 這是近期來 我們看到最成功的一次藍綠合做 這是藍綠合 對對對 柯文哲現在換個比喻 你要講藍綠合講那個 老柯跟老廢 是啊 這事實上就是這樣子 因為難得找到一個 那麼令人討厭 然後 現在國民黨真的已經被邊緣化了 你們都沒注意到這件事嗎 民眾黨亮相的機會 跟中央對抗的機會 都比你國民黨多 彷彿他才是最大在野黨 對 然後國民黨還認為自己 有錢有勢 然後有辦法跟民進黨抗衡嗎 真的要趕快仔細講清楚 真的喔 這個說 畢哥講到這個 我就補充一下 我真的完全懶得理 叫中風家的這個人 你們真的 我真的完全懶得理他 我跟你講 你們真的不了解 民進黨的兵法 你講你講 民進黨為什麼都 先打柯文哲 因為他要跟柯文哲 不斷交戰 讓柯文哲 變成藍贏嘛 就綠的票越少嘛 第一個是這樣 搶更多藍的票嘛 第一個嘛 然後希望把他打大一點 國民黨就變小了嘛 你越大 兩個一起死的越快 不是啊 就是當年連戰宋楚瑜 跟阿扁的那個戰略 你越大藍就越小 他會巧 就看誰一起大的時候 就再打一下你 再讓大一點 你稍微小了 就再幫你打大一點 所以等 他回神來打朱立倫的時候 就表示柯P已經夠大了 你懂嗎 反正朱立倫太小了 他事實上第一階段 他是先把柯P確定 他是屬於藍贏 我懂 亮哥對不起我插個話 你的意思就是說 他要把泛藍的能量 打到平均在兩個人身上 不可以都集中在一個人 那個是最後啦 那個是最後階段 不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 一開始是先 把柯P打到藍贏 對 就讓大家都認為柯P是藍的 對 綠的就不會投他了 不是綠的 接下來再 讓柯P跟朱立倫 跟國民黨一樣大 這樣就平均分開票 這個是第二階段 所以要等到這個 亮哥你剛剛說 等到朱立倫開始被打 就表示柯文已經大得不像話 當然 當然是這樣 要打票打回去 那個朱立倫那邊一點 當然 當然 所以他們現在也希望 黃珊珊大一點 當然 這樣講萬安才會過啊 對 他們最好是 比如說藍營 假設這個國民黨 在這個 我懂亮哥的意思 假設國民黨在台北市 有60%的票 我假設民黨40% 那絕對不可以 猛打講萬安 那講萬安拿60% 或50% 不行 一定要打講萬安 講萬安變成40%的時候 趕快打到黃珊珊 一定要維持兩個人一樣大 都30% 我跟你講 民進黨40%才會贏 我估計台北市長選舉 這個盤 民進黨會先攻柯文哲 因為要把黃珊珊弄大 對 是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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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他是 他 是 是 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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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